不错,就是这样,继续,我们攻击母虫,就算是攻击到那条结晶龙也无所谓 哥赛大师精神大振,虽然主要目标是母虫,但实际上,他很清楚所有的魔兽都是他们这些人类的敌人 别看结晶龙暂时过来攻击母虫似乎是帮了他们,但这不代表他们是友方 等到时候母虫被击败,就看着结晶龙会不会顺为把他们的骨灰给扬了吧 等等,但是伊恩突然开口警示,他预感到了极端的危险 少年侧过头看向之前飞燕蒂人所在的方向,心中警铃大响,那里 那里有人正在过来,很强,非常强,不止一个,是两个,帕特里克正在河水战斗 他启动以太武装居然还被压制 在预知世界中,飞燕蒂特战队所在的方向,是两个深蓝色的雾气率领 一群浓白色的雾气大战一个黯淡的浅紫色与一群灰白蓝掺杂的雾气 总的来说,还算是势均力敌 但是就在刚才,突然有一个深紫色的雾气冒出,另一个深紫色的雾气与其重叠 这显然就是帕特里克与以太武装案华紫珠 他似乎正在和什么人战斗,一路来到此地,被压制,有些狼狈 而紧随其后而至的雾气轻子夹杂,显而易见第第二能级巅峰,距离第三能级,当真就是一瓶魔药的事情 这个感觉,伊恩睁大眼睛,而他身侧的戈塞大师与伊森加德也面色肃然地抬起头 老人也感应到了远方的不对劲,而少年只是单纯的血脉预警令他警惕 是白雾,是白雾主教,与此同时,可恶,埃尔斯发什么颠,自己不进来,居然让你这个怀光主教来一记 一片烟尘中,本以为自己在一记中不会有太大危险和其他对手的帕特里克遇到了一位足以完全压制他的对手 一位虚发皆白,造型朴素到堪称贫穷的老人 之前摆脱巨蛮后,金发贵族就一直尝试追踪士脑虫的源头 正如同伊森加德能看出士脑虫对时光炼龙有所增益那样,他也看得出来,所以打算前往奇姆朝去 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培养出了这种奇妙又恶毒的怪物 但才刚刚探索没多长时间,帕特里克就遇到了也在一路追踪士脑虫,甚至一路进化的白雾主教 双方短暂地交流了一会,而交流的结果显而易见 他被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说是节节败退其实是有些夸张了,开启暗华子诸后,帕特里克其实是可以与白雾主教正面对抗的,甚至凭借能力的多样性小小的压制对方的 但他并没有真的打算和这位怀光主教在地下一记中拼的同归于尽 归根结底,他的目的还是找到伊森 无论是废掉对方的潜力,让对方只能待在这个南陵小镇,还是将其杀死 然后自己也被埃尔斯亦或是戈塞老师杀死 他总得去选择一个去做 伊恩说得对,他早就别无选择,只是因为半吊子的决心才瞻前顾后 想到这里,帕特里克眼神一宁,被黑色甲壳覆盖的男人突然一见闪动,视若奔雷,朝着烟尘中的朦胧人影咽喉刺去 和格兰特子觉无关 但是那个人影只是抬起手,只听当的一声金属颤鸣 帕特里克的细剑居然被震开 白发的老者从烟尘中走出 他的双手被一双黑色的金属手甲覆盖 苍老淡漠的声音在山洞中回荡 各方资讯表明,南海前纪元一纪有着足以威胁整个南海南陵的巨大生态威胁 其威胁等级甚至超过昔日曙光城的灾变,逼近天起 我来到此地,不是为格兰特子觉服务 而是此地的确需要怀光之光去驱除恶毒 也的确有弱小需要我去保护 老人话不停,手中也不停 一套精妙的拳法配合坚硬的手甲 居然硬生生将持剑的帕特里克逼退半步 然后贴身依靠将其撞飞 帕特里克,你涉嫌谋杀亲职 我作为色塔尔帝国,具备执法权的一员 应当遵守当地法律,将你缉拿归案 老人的身高并不如帕特里克,更别说对方还穿戴了暗华紫珠 但他只是站立在原地,就有肉眼可见的生命原至扭曲其周身的空气 宛如火炉一般,用纯净的生命热量制烤着周围的一切,甚至制造出半透明的波动 怀光教会的人都是一群难缠的,认死里的家伙 重新站立起身,帕特里克虽然没有受伤 但他却明白眼前的老头战斗技艺之高深,远比他要强 男人忌惮地说道,那边的魔兽打得正火热 你确定不去处理那些问题,而是专注找我麻烦 不是认死里,而是遵守信条 白雾主教的语气很平淡,他并不因为帕特里克的言论有任何情绪波动 但却仍然有股不怒而微,令人畏惧的气势 你说得对,前方缠斗的魔兽中,有一头应当就是我这次行动的目标 等我见到他后,我会出手处理 但我现在还在与你战斗 话未说完,只见帕特里克转过身一个加速,朝着魔兽大战的区域闪电般飞驰而去 现在还在与我战斗士吧,那我直接不打了 白雾主教只能暂停,路上还顺手给了聚金蜈蚣一拳 细微的震荡没入巨蟹内部,令这一记聚兵摊在原地好几秒才缓缓起身 至于飞燕蒂特战队,更是瑟瑟发抖,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接下来恢复后,更加凶暴的聚金蜈蚣解决了他们这个问题 对于伊恩等人来说,帕特里克与白雾主教来到战场,的确令事情复杂了不止一筹 他们的出现,甚至令正在熬战的结晶龙,聚满与视脑虫母虫都迟疑了片刻 但结果相当惊奇,两人相当顺畅地融入了战场 白雾主教此次前来,似乎就是为了剿灭视脑虫母虫,镇压结晶龙而来 他似乎早就知道这两个巨兽的存在,亦或是说,早就知道,这里会有两个极其强大的生物存在 虽然完全看不出这位老人是什么属性有什么血脉真型传承 但他就是可以凭借单纯的体术和纯粹原质爆发,同时对所有魔兽展开进攻 非要说的话,他的传承潜力,起码也是第四能级起步 一时间,包括帕特里克在内,在场的所有第二能级强者都感觉自己仿佛被他一个人压制 当然,这并不可能,随着结晶龙发出怒吼,硬生生分出一部分力量对白雾主教展开进攻后 巨蛮与母虫也同样操控水流,散发出辐射焰光与雷霆,去压制这个突如其来的外来强敌 即便是以白雾主教的实力,也必须收回力量防守 形势并没有改变,还在僵持,只是战斗场面更加混乱 为什么?就连伊恩都猛了,他有些不解道,白雾主教为什么不先把母虫解决了,再去对付其他魔兽,而是非要同时针对结晶龙和母虫,甚至还要加上帕特里克 反过来也是一样,先把帕特里克解决了再去和魔星号星号战,岂不是更加合理 不,戈塞大师却察觉到了什么,他抬起头,看向头顶的岩石,不禁压低声音道,白雾主教是在将战场压制离开此处裂谷 伊恩,看,严格要溃他了